怎么让你洗个衣服这么费劲呢 你故意在这里给我磨阳功呢是吧 这眼看马上就到饭点了 你嫂子马上下班 孩子们马上放学 你是想让他们饿着肚子看你干家务吗 妈 你怎么这样跟我说话 一家人的衣服都堆在我这里 让我一起洗 有的衣服不能用洗衣机 我只能手洗 我就一个人 啥活也要一个个干呀 你不是没有手 你闲着怎么不去做饭 只会指使我去 你要搞清楚 我是你婆婆 你的长辈 我儿子娶你回来就是伺候我们全家的 而且你也不上班 全家人就你闲着 多干点火咋了 说你两句看看你还想造反呀 我就是想要造反 你这样欺压我太过分了 算上今天 我才和你小儿子结婚不到一周 自从嫁到你家后 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给一家人做饭 管是刷碗打扫家务洗衣服 再去买菜做中午饭晚饭 我是你家的儿媳妇 不是保姆 而且我之所以不去上班 是我和你小儿子商量好了 他去上班挣钱 我在家调养身体备孕 你再这样气我 我看着孩子就生不了了 你吓唬谁呢 怀个孕怎么就这样矫情呀 你这是刚进门 咱家的规矩有些你不懂 我必须好好替我儿子调教一下你 我就说你两句不行了 你的内心也太脆弱了吧 你这样做就是不公平 大嫂就住在咱家对面 有些活她自己能干 你为什么非要逼着我去做呀 我做饭大家一起吃我就不计较了 但是他们的衣服还要让我洗 你真是拿我当不花钱的保姆了 我之所以任劳任怨 就是考虑到我老公在外工作不容易 我又刚结婚 也不好服了婆婆的意思 只得按照你的指示做各种家务 但是你不要太过分呀 狗急了还跳墙呢 你能跟你嫂子比吗 你嫂子结婚早 以前咱家日子不好过 比较穷 当时她嫁到咱们家还住平房呢 冬天四处漏风 夏天还会漏雨 但还是坚持每天给我做饭做家务 苦日子都是她陪着我熬过来的 现在咱家日子好了 让你替我大儿媳分担一下家务怎么了 干了这点活也不是很累呀 你就是太矫情 结婚前你妈没教育好你 现在就让我来告诉你 如何尊重婆婆 如何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明白谁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 你真是很威风呀 也很会演戏 结婚前父母见面的时候 你在众人面前表现的和蔼可亲的画面 现在我想起来都有些恶心 真是两面派 只知道在家里耍横 欺负儿媳妇 但是我不是吃素的 我爸妈从小到大一直教育我要勤快 要善良 要多为别人考虑 不要瞒不讲理 今天我算是见识了反面教材 这饭我还就不做了 你们就饿着吧 我一会出去吃大餐 衣服也不洗了 你自己洗吧 这种真是我见多了 你给谁耍无赖呢 既然你不听我的话 那也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咱老家的房子马上面临着拆迁 分房协议也已经签了 最少也分三套楼房 我本来计划以后 你和我大儿媳妇一人一套 但是今天看来 计划还是要变呀 我决定 等新房下来后 我就把其中两套直接给大儿子 还有一套我自己住 如果你想等我百年之后 得到我这套房子 前提是要跟我住在一起 给我养老 否则你休想得到我家的房产 凭什么 当时结婚前说好的怎么能够变呢 我和你儿子结婚时 你们家啥也没有 我没有过多的要求 就是简单要了个几万的彩礼 而你保证拆迁后 给我一套楼房 当做我们的婚房 我才答应和你小儿子结婚后 在外面租房子住呢 现在你突然变卦 你这是明晃晃的 威胁我听你话呀 而且你这样做也太不公平了 你说对了 在这个家你不听我的话 就相当于跟我作对 那还有你的好日子过吗 至于为什么要给你嫂子两套楼房 这个不用我多说 我做事一向很公平 我大儿媳妇给我生了两个孙子 两个男孩以后压力大 这房子是给我孙子的 至于你们 瞧你那不争气的样子 看着扁平行的肚子 还不知道能生的什么出来 到时候再说 你真是老狐狸 你的这副嘴脸终于显露出来了 我不想跟你废话了 从今天起家里的啥活我也不干了 你不想让我好 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真是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了 咱们走着瞧 女人说完话就摔门而去 真是被婆婆气得眼泪快涌出来了 可房子是人家的 女人又能说什么 只能等老公回到家撒起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为了你在你家任劳任怨 除了干活就是干活 我真的不想和你妈闹矛盾 可是她咄咄逼人 让她快气死了 你看我现在的状态 像是在被孕调养身体的吗 媳妇 我妈就是这种急性子 而且大女子主义 她说啥你就听着 一边听一边冒就行 你跟她治啥气啊 忍忍就过去了 我真是后悔听你的话了 我当初说 即使在外面租房子 也要单独过 你说咱家就一套自建的两层楼房 租赁费就给了一份 大嫂和大哥有两个孩子 四口租一套 咱们和你妈做一套住在一起 今天好了 矛盾终于爆发了 我看你怎么收场吧 这好办 我妈只脾气不计仇 你去给她道个歉就算过去了 以后还是好好的一家人 咱安文忍过这段时间 等分了楼房装修好 咱们就单独过自己的日子了 她是个长辈 你就让着她点呗 这气让不了 她也太贴心了 人家今天说了计划有变 以后分三套房子 要给你大哥大嫂两套 剩下的那一套写你妈的名字 还要让咱们和她一起居住 等以后看咱两个的表现 表现好的话就给你 不好的话就啥也没有 你觉得这是一个当婆婆说的话吗 而且家里啥活也不让大嫂干 全都弄到我身上 我真的受够了 媳妇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我妈不可能那样做 完全是气话 你不用当真 我之所以这样省钱租一套房子住 不就是为了多攒点钱 等以后有了孩子 家庭开销很大 不想以后过得很辛苦吗 你要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我也知道自古婆媳是冤家 互相退一步就过了 也没什么大事 都是生活中的一些琐碎小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你眼中 你媳妇的事都是小事 我理解你 你是一点也不理解我 我和你在一起六年了 我什么性格你不清楚吗 我已经很为你考虑了 结婚时 我妈坚持要在市里买房 我说你家新房已经装修好了 而且你爸妈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也没有那个必要买了 不想让你为难 也不想让你爸妈难堪 结果现在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你妈根本不领我的情 不是我妈不领情 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儿子 我大哥大嫂结婚啥也没置板 不能到了我这里就买新房呀 也是为了公平 你们家只有你一个孩子 自然是不懂做父母的 最怕一碗水灯不平 再说以后拆迁要分楼房 再买个新的不是多余吗 行了 你不用多说了 现在看来你还是和你妈 站在同一个战线上 一点也不为我考虑 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废话 装聋作哑没区别 我觉得咱两个的日子 没必要再过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我会变风 咱们还是离婚吧 你说什么 咱们这才刚结婚不到一周 你就要跟我离婚 难道就是因为多干了点家务 因为我妈说把房子 给我大哥大嫂吗 你难道就是为了房子 和我结婚的吗 现在一切都不如你的心意 你的小算盘落空了吗 你就跟我离婚呗 要离就离呗 我怕什么 你作为我的老公 是最了解我的 你竟然会说出这样无耻不要脸的话来 我真是把你看走眼了 不讲理是可以遗传的 从结婚开始 我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 之前我总以为 坚持到房子下来 我们搬出去就好了 没想到是这个结局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我料定婆婆 不会好好照顾我做月子 生了孩子挤在一起 更是麻烦 所以一直避孕 如今 我们没有孩子 我也没什么好牵挂的 我可以毫无留恋地离开这里了 咱们尽快办手续吧 两人因为家务事故 断离了婚 女人所经历的一切 没有后悔自己所做的 而男人半年后 一脸憔悴地来找女人 想要求复婚 媳妇 没有你的这些日子里 我就像没有灵魂的去巧 我当时冲动了 我没有为你考虑 现在房子已经分了 也已经过户到我名下了 我爸妈也搬到了 给哥嫂的另一套里面 咱们复婚吧 跟我回家重新开始过日子 咱们已经离婚 请不要叫我媳妇 你以为菜市场买菜呢 挑挑拣拣 不想要还能退 复婚是不可能了 我从决定离婚的那刻起 对你的心早就死了 这怎么可能呢 当时咱两个不就是 一言不合吵起来了 一气之下半的离婚吗 而且也是因为房子 引起的矛盾 细不过财力的婚 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难道说散就散吗 没有一点缓和的余地了吗 你真的觉得 我是因为房子吗 你那天晚上 和你妈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这都是你和你妈的计谋 那天晚上 你以为我睡着了 但是我没有睡 我听到了你和你妈的一切谈话 你妈说让你放心 她不会那么偏心 这套房子很快会给你 她已经和你 哥嫂商量好 会再给她一部分补偿款 也值一套房子 你妈之所以瞒着我 说不给我我房子 完全就是看不惯我妈婚前 非要要求你家买房 要让我学会 什么叫低头做人 这就是所谓的 恩将仇报吧 你妈真是太有心机了 然而让我下定决心离婚的是 你从始至终都没有 替我说一句话 为了让你妈高兴 你还夸她高明 你和你妈一起骗我 你完全误会我了 我当时只是为了哄我妈高兴 你也应该知道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怎么会骗你呢 你是我好不容易 娶回家要疼爱的媳妇 我怎么可能和妈妈 一起欺负你呢 而且这事都过去了 你就不要再提了 而是面对现实 现在房子和钱我都有了 这一切问题 已经不存在了 而且我心里始终有你 只要你同意复婚 以后都是好日子 不好意思 男人的嘴都是骗人的 大白天的扯什么鬼话 我已不是当初 刚认识你时的懵懂少女了 两句甜言蜜语 随意画个大饼 就能让我找不着北了 在你妈使劲作践我 而你不肯替我说一句话的时候 曾经的情分 就已经消失殆尽了 有句话说 有老公护着的儿媳 婆家不会欺负 婆婆敢那样对我 何尝不是因为你的纵容 哪怕你肯为我出头一次 婆婆都不敢无所忌惮地 变得加厉这样对我 好聚好散 以好自为之吧 男人灰溜溜地离开了 可能直到今天 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认清现实 女人还是要理性一下 不能太感性 一时为了所谓的爱情 不顾一切的嫁人 你们说这样做对吗 就行了 好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